总统蔡英文今天来到九份老街来振兴观光 而被点名接棒傅格魁的经济部长沈荣金 也特别来到了现场一起陪他逛街 蔡总统特别把他留下来面对媒体的提问 沈荣金回答人事异动只用了没有被告知来回应 但他没有否认传闻 还反问大家有听懂吗 至于陈其迈是否会在明天的中常会 由总统亲自宣布征召 蔡总统卖了个关子 要大家明天再问蔡主席 总统蔡英文走访九份老街 不只苏奎陪在一旁 还有五大部长都来了阵仗之大 总统率队拼经济 当然少不了部长沈荣金 总统还特别cue了一下沈部长 把他拉到媒体前增加他的曝光度 因为现在传出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将投入高雄市长补选 傅格魁的空缺忽声最高的就是他 没有被告知啦 我还是做我该做的事啦 好吗 听我没有啦 没有直接否认但仁世权怎么安排 是否会在周三中常会上宣布蔡总统先买关子 你要问总统这个问题还是要问党主席 主席的问题要明天才能问 不过我们预计明天民进党要处理提名的问题嘛 那我相信你们明天也会在现场 我们明天再说好了 不到最后时刻不摊牌 但答案却已经呼之欲出 记者中文报道